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罗宾看 我是罗宾 台股在前天也就是礼拜二大涨200点之后 接下来连续两天 包含昨天跟今天都呈现一个狭幅震荡的格局 就好比说今天小高盘开出之后 随即盘中压回 不过也又马上的又回到盘上 高低点的一个价差大概就70点80点左右 最后是小涨13点 收在11548中就 还是收在11500点之上 成交量1824亿 其实对于今天你抓台股 怎么才只有小涨13点 其实我认为今天台股在震荡过后 还能够收红 不要小看你13点 你说才13点有什么好高兴的 不过不要忘了 昨天美股四大指数 尤其道琼它是压回的 对不对 尤其在今天的我们在交易的这段时间 道琼的盘后电子盘 它也是压回的 甚至于盘中一度还大跌超过400点 那在面对美股的盘后电子盘 压回超过400点的情况之下 亚洲股市 日本韩国都拉回 甚至于接近1%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还能够在最后收了一个小红 这已经是非常的一个强势了 好那这也在在的证明 我们先前跟各位所提到的 其实台股就国际股市里头来做比较的话 基本上我们还是有相当的吸引力 好因为我们的殖利率 比其他主要股市的一些殖利率要来得高 好所以我们看到今天配合的新台币 又大幅升值超过一角 那代表什么 代表钱持续在进来 那钱进来 当然有相当的比重 就会直接进股市 那再加上 再加上我过去也跟各位讲过的 前面五个月外资大幅卖超将近7000亿 好那你说六月份 他认错回补 到现在也不过就是买了800出头亿 但你看卖了将近7000亿 现在也不过买回来800出头亿 是不是代表后面 还有非常充沛的一个资金 要等着进场 再加上新的资金进来 你想这整个资金行情 很明显就是延续下去 好那只不过就短线来讲 毕竟我们看到这里 这里11771这一天 你就是上个礼拜四的 这根带量的黑棒 还有待突破 所以我认为短线 短线的这几天 可能还是怎么样 还是会稍微震荡一下 基本上下个礼拜怎么样 又有一个四天的一个长假 所以我说以目前来讲 大盘区间 它就是来回震荡 就是来回震荡 等到饭完长假回来之后 如果疫情没有进一步的一个扩散 国际股市能够稳定的一个发展 那就国内也没有长假的 这些所谓的变数的一个 所谓的压抑行情的这样的作用 我认为到时候指数 你说会有一波比较明显的涨势 去突破11771的这样的一个几率 我想会大很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说这几天你不用太在意 大盘涨多少跌多少 重点还是在于说 你的资金有没有摆在对的地方 攻守进退的节奏 你能不能有效的一个掌握 好那什么叫做资金摆在对的地方 又或者什么叫做攻守进退节奏的一个掌握 我好比说 我想你看我的节目你应该很清楚 这一个月以来我就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你 现在是电子生计双主流在做轮动 对不对 可是双主流在轮动 到底要买电子 什么时候买电子 又什么时候我们要买生计 这个节奏你要能够精准的去掌握到 那到底该怎么样去判别 这个所谓的买卖进退的一个节奏 我说至少你做到一件事情 节奏的掌握 因为要观察筹码 要观察资金的一个动向 绝对我不是三言两语 能够在节目里面跟各位交代清楚的 但是你永远记住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操作 你记住你的操作 尤其在这种轮动的格局里面 你千万不要跟随着市场怎么样 一窝蜂的去乱抢股票 去乱抢股票 就好比说 对不对 你看今天 生计股的成交量 成交比重 占盘面的成交比重 百分之三十 是不是代表 市场上 现在一大堆人怎么样 都在疯狂的追逐生计 那为什么要追逐生计 因为现在疫情 又开始有一些蔓延 对不对 在北京现在又半封城的状态 那另外 在美国 包含阿里罗纳 那包含这个德州 都出现了一些所谓的疫情增加上 这个所谓的确诊人数增加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让整个疫情的一个概念又开始有一些发酵 所以要一堆的又开始去追逐这些所谓的疫情 所谓的防疫概念 什么这些疫苗的股票 但是 我说当大家一窝蜂的去追 反而 你容易被修理 我这样说 你去追 9919刚刚那箱口罩的 你早上去追 今天有没有被修理 有没有 你有赚到钱吗 你告诉我 这段时间 疫情也发生了一两个礼拜的 在国外的部分 对不对 那有没有因为这样而大涨 那另外来 你去追逐疫苗的 你今天追高去买的 有没有 你有赚到钱吗 今天开高走地 你马上今天就被修理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 我先告诉各位 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其实我车标一直没换 电子生计 双主流轮动 我是抗好生计 是主流股 只不过当市场 大家一窝蜂在追逐 生计的时候 我说过了 你这个时候 不要跟着大家一窝蜂 去追这些 所谓的热门的股票 你真的要做生计 你选择怎么样 你选择一些 目前低位阶的股票 对不对 而且市场上 鲜少有人去提到 这样的一个股票 你的胜算才会大 所以各位都很清楚 我们带着各位买什么 我们带着各位 在上个礼拜6月12号 我们买的是什么 我们买的是4726的永鑫 有没有 白子黑字欢迎会员 对时对价 那永鑫来 好不好买 6月12号 一开低还在盘下 甚至于超过半根跌停 好 那多数的时间 不是在盘下 就是在平盘附近 有没有 当天最低甚至于 都还有30块7 开盘30.75 30标准的 30出头的股票 那你看 上礼拜五 6月12号在这里 今天盘中 42块半 来 有没有 那个时候 上个礼拜 我买进的时候 30出头 有没有 那天最低 还有在30.7 30.7 而今天 已经又创高 来到42.5 我说什么叫创新高 什么叫创新高 就是不论你哪一天 哪一个点位买的 你都是赚钱 这叫创新高 你需要去追逐 那些很热门的 什么口罩股 什么疫苗股 有需要吗 那些口罩疫苗 真的有创新高吗 你去买了 你们最清楚 对不对 可是你买这种股票 过去排面上 也几乎很少人 在讲这样的一个股票 可是一涨起来 你看 从30出头涨到42块半 涨了12块钱 30出头的股票 涨了12块钱 有没有接近四成 涨的有比人家少吗 那你在低档买进 起涨前买进 你是不是 你还敢重压 重压这一波涨上来 你赚得比谁都多 不是吗 好 那除了生计股以外 我说过了 电子生计 双主流在做轮动 那既然双主流在做轮动 当大家一窝蜂 在追生计的时候 反而怎么样 电子股没人理 没人理反而怎么样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甚至你看我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一直千叮零万交代 我说你特别 你喜欢做高价股 你喜欢做高价股 你的资金部位够大的 有一档我认为 是市场上的遗珠 千金股里头的遗珠 而且这档股票 已经被怎么样 法人业内已经看上它了 而且接下来 因为现在正在吸纳筹码 只要吃货 或者说筹码吸纳够了 很快就会发动 这档股票 我从上礼拜就开始预告 有没有 准千金的私房股 对不对 那个时候 我先不告诉各位 我们有锁定一档 准千金的私房股 我就这档股票 基本上 讲到准千金 很多人都以为 我带来的违影 八百几块的股票 那不就是什么 那不就是生家 普瑞 在九百几块的股票 这叫准千金 当时我也告诉各位 不是 已经讲到八字头 九字头 告诉你这准千金 这有什么了不起 你自己看 你也看得出来 叫准千金 尤其像违影 尤其像普瑞 来到九百九十五块 差五块的 还不准千金 对不对 可是我说的 这档准千金股 有没有 我上个礼拜 在告诉各位的时候 这档准千金股 甚至于在更早以前 还不止在上礼拜 你看我的节目够久的 是不是在更早之前 当时我们在讲说 盘面上有四千金 当时系列 信华 包含这个 想说 有没有 当时三千金 三档IC设计 在比价向上的时候 我说过的 当时有四档千金股 包含股王在内 可是当时我就已经预告了 我就依照现在 法人的一个看法 台股未来有机会 七千金 八千金 甚至有机会打破当时 民国七十九年 到保持到现在 盘面同时存在 七千金的一个记录 有机会变成八千金 对不对 好 那除了已经既有的 四千金以外 大家很熟悉的 什么 普瑞 刚挂牌的 生家 那还有一次 尾影 去年我们在 一挂牌的当天 就帮各位掌握到 当时还在三百多块的尾影 现在八百多块 那原本的四档千金股 再加上三档的准千股 就七千金了 已经追平了 怎么样 已经追平了 民国七十九年 当时同时七档金融股 维持在千元以上的记录 可是我说过 依照法人的一个看法 业内法人的最新的看法 其实台股有机会 八千金 能够突破民国七十九年 当时七千金的一个记录 而这个第八档股票 现在离千金股还非常的远 所以这就是大家的机会 有没有 当时我就预告过了 但是我在上个礼拜 我看到时机成熟了 我特别在节目里面 把它点出来 我还特别呼吁 我说过 如果你对高价股有兴趣 如果你的资金部位够大的 那么这一档 准千金的私房股 它的买点已经出现了 所以我说过了 你只要来登记 我带你先赚了再说 有没有 我上礼拜就预告 我上礼拜就开放 各位来做登记跟预约 那上礼拜来 我请问各位 这里 这里 好不好买 你需不需要去追高 有没有 上礼拜我预告开放登记 是不是在起涨前 大涨之前让各位怎么样 充容的买进 而且让你买的低 买的到买的多 那你买在这里 我们先看结果 我们再来看过程 今天怎么样 今天涨停板 今天涨停板 有没有 好 我先告诉你 这涨式启动 这只是一个起手式 为什么只是起手式 因为我已经告诉你了 我的这一档准千金股 跟那些什么 已经八字头 九字头的不一样 因为它离千金还非常的远 至少都还有四五百块的 一个空间 那今天才拉出第一根涨停板 这不是起手式是什么 对不对 来 上礼拜预告 开放登记 让你在大涨前 充容的买进 买的低买的到买的多 而且有没有看到 我们当时 因为当时都还没有量 代表市场 多数的人 都还没有注意到它 所以多数人 都还不知道它的存在 只有法人 部分的法人 聪明的资金 有没有 他发现到这一档股票 是未来的大黑马 未来的大潜力股 所以他们开始买进 而我们掌握到 这样的一个讯息 对不对 我们跟同步 跟法人同步的讯息 掌握到之后 我第一时间 开放让各位来做登记 有没有 我也在节目里面预告 你喜欢做高价 你喜欢做 这个部位够大的 赶快来 我带你先转来再说 有没有 我们有没有跟法人同步 对不对 那时候第一档 好不好买 你告诉我 那现在在这里 有没有赢在起掌点 而且你看 我除了说开放登记 带着各位在第一档 买的低买的到 买的多一万 沿路我们都在加码 有没有加码 来 这个礼拜 6月16 这 对不对 6月16是什么 这6月15 这6月16 今天6月18 对不对 6月16在这 涨了没 还没 对不对 看图说故事 有没有涨 没涨 来 会员 买进准千金私房股 来 接着下来 6月17 会员请持续买进准千金私房股 甚至于到今天 你看一开盘 看一个时间 看一个时间 有没有 几点 9点 会员 空手的继续买进准千金私房股 这今天 今天一开盘 来 我们来看看 今天一开盘 在哪里 是不是在这里 除了前面两天 你看 除了前面两天 你买的低买的到以外 今天 你看 你前面 你没有在上个礼拜买进了 你前天来好不好买 还没涨 昨天甚至于是压回的 你告诉我好不好买 甚至于今天开盘在这里 看图说故事 K线长这样子 开盘就在这里 对不对 开盘在这里 今天涨停盘 不管你买在这里 买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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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买在这 买在这里 有没有 这五天不论你是哪一天 哪一个点位买 所以他今天涨停盘 创了一个波段短线的一个新高 你是不是全数都是大赚 我甚至可以偷偷地告诉你 从上个礼拜的低点到今天涨停盘 这样已经涨一百多块了 一百多块了 一张就是十万 对不对 那你说他虽然是准千金金股是高价股 可是也不是像大力光那种股票 一张 整个百万的股票 他也不过就是 对不对 几十万你可以买到的股票 你说几十万能够买到的股票 我请问你 你资金不会够大的 买个十张很困难吗 不会吧 对不对 那如果你买个十张 我说过五天下来 从上个礼拜的低点到今天的高点 这样一百多块 一张就十万块起跳 你买十张 一百万 几天五天 我没有讲在前面 我不是事后放马后炮 我今天掌停板 我在这事后放马后炮 有没有 我甚至于在今天拉出掌停之板 就在昨天 来来来 就在昨天的节目里面 我还特别怎么样 我还特别跟各位怎么样 超级比一比 有没有 我还跟各位超级比一比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也有人问 那个准千金股 离千金还那么远的距离 你告诉我 这是准千金股 很多人不愿意相信 很多人甚至于还嗤之以鼻 但是我说过了 当大家都认同的时候 它就已经不是准千金股 它就是一千块以上的股票了 那为什么我们能够走在故事的前面 我们能够领先市场 所没有看到的 我说很简单 你要讲准千金 当然就是跟千金股比较 因为未来有机会进入到千金的行列 那到底有没有机会进入到千金的行列 我说我只拿一档股票来跟你比就好了 除了大力光以外 现在股价谁最高 6415的细利 有没有 细利今天还创新高的 今天有没有看到高价来到1850块 细利 现在的股后 IC设计的股王 好 那你看细利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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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赚25.83 今年2020第一季 他赚多少 赚7.67 那五月营收 年增17% 月减10% 最重要的 毛利率50%不错 有没有 你看 50%很高 对不对 等于说你做了100万的生意 毛利就50万 这个已经是很高的利润 对不对 目前韩息7块半 这也是不错 对不对 所以你看 不管是去年的EPS 今年第一季 五月的营收 毛利跟韩息 其实细利都非常的漂亮 所以 今天大摩是不是要调高他的目标 叫做1880块钱 对不对 人家大摩都还看好他 但是 如果跟我们的准千金股 准千金的私房股比较起来 这些怎么样 我告诉各位 如果跟准千金比较起来 我们的准千金股怎么样 完胜 不准完胜 还KO 到底怎么样完胜 怎么样KO 先休息一下 下个节奏回来 我们继续再看 欢迎回到现场 我想上个阶段在进广告之前 我们也跟各位做了一个超级比一比 对不对 谁跟谁比 我们的准千金私房股跟现在的股后 IC设计的股王6416的系列做比较 那我们也说了 去年的获利 今年第一季的获利 五月的营收 第一季的毛利率 还有目前韩息的状况 细利都堪称一流 对不对 很漂亮的数字 可是如果跟我们的准千金比较起来 不管这五个面向 任何一个面向 去年的EPS 我告诉各位 我们的准千金私房股比这个还高 它25块 它比它还高 那这里 今年第一季7.67 我甚至于可以告诉你 它今年远远胜过它 至少三成四成以上 今年的第一季 同一个时间做比较 那你看五月营收 细利年增月减 那准千金私房股 年月双增 你看光是年增的部分 它年增17% 它年增74% 有没有狠狠的把它KO下去 那我们刚讲到 毛利率过多 不得了 100万赚50万 很厉害对不对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准千金私房股的毛利率 比它几乎要增加一倍 你说真的假的 我告诉你就是真的 50%很恐怖 对不对 它至少九字头起跳 有没有增加快一倍 还有 韩帅7块半 我甚至于再告诉你 我们准千金私房股 目前的韩帅的状况 是它的至少两倍起跳 够呛 有没有完全KO 有没有 不仅完胜 完全KO 好那重点来了 CT现在多少钱 更换一倍 CT今天高点 都还有在1850块 而这张股票 我上个礼拜 在告诉你的时候 在这里的时候 我告诉你 离千元 还有四五百块的空间 我要各位赶紧把握机会 你喜欢做高价股的 你赶快来登记 我带你先赚来再说 你看你有来登记的 哪一个赚不到你告诉我 你买在这里 买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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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在甚至于今天的开盘 你哪一个没赚到你告诉我 所以 这只是刚开始 我刚刚已经告诉你 这只是一个怎么样 这只是一个棋手势 因为 它是准千金骨 对不对 当然 可能很多聪明的各位 在掌听把我杂 在我杂得一支 没错 你可能知道是哪一支 哪一档 可是你要知道 现在离千元 还有相当的距离 我可没说一路报到底 你认识我这么久 你应该很清楚 我们的操作向来怎么样 分段操作 也就是说 当累积到一定的幅度 筹码成 已经累积到一定要换手的一个情况 我们都会先怎么样 先出一趟 好 那你不要到时候 你说我知道我自己来 结果呢 你进来刚好我要出去 你又说我到货给你 我对你就不好意思 所以一样 你喜欢做高价股的 你资金部位够大的 你就打一通电话 进来登记一下 就进来登记一下 现在怎么样 才刚刚起手势而已 而且我认为 我认为快的话明天 慢的话下礼拜 还有一个买点 所以再一次强调 你喜欢做 你喜欢做高价股 你部位够大的 赶紧利用这个机会 进来做一个登记 至于你说我资金部位没那么大 然后这个我也不喜欢做高价股 没关系 因为我们今天 我们的私房股 一开盘没多久就涨停板了 老板也很高兴 所以不用我讲 他特别交代我 我们的三喜临门特别里 三倍券再一天 再一天 所以没有拿到三倍券的 不喜欢做高价股的 把它拿回去 明天再会 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现实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